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涉嫌欺诈和夸大自身的净资产 昨天被纽约法院宣判必须缴付3亿5500万美元的罚款 并且在三年内不能够在纽约经商 这项审判对特朗普的商业帝国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打击 除了特朗普他的两名儿子同样也面临400万美元的罚款 以及禁止两年内在纽约经商 面对法院的判决特朗普再次重申自己没有罪 并将矛头指向现任总统拜登 认为这是一场由拜登策划的政治迫害 特朗普也誓言他绝对会提出上诉 由于这项案件是属于民事案件 因此特朗普不用面对监禁的问题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欺诈性夸大自身的净资产 以欺骗贷款人 昨天被判罚款3亿5000万美元 以及三年内不能在纽约经商 对于这项裁定 特朗普昨天重申自己没有罪 批评法官和总检察长 这项裁决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 誓言一定会提出上诉 法庭宣判之后 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詹姆斯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这项判决象征着巨大的胜利 所有人民都必须要遵守法律 即使是前总统也一样 今天我们证明没有人在法律上 无论如何富贵、富贵、政治连接 每个人都必须在同样的规则 我们有担保护市场的财力 有可能将会失去特朗普大楼 以及其他标志性房产的控制权 感谢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